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IVA学院是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的一个下属学院 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的英文全称是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简称CIU CIU成立于1923年 是一所拥有百年校史的美国私立综合型大学 位于美国南卡罗兰娜州的首府哥伦比亚市 CIU是由文理学院、商学院、跨文化研究学院、教育学院等等 所有的专业均有正式的认证 这些的认证机构包括美国南部大学联盟的认证 也就是SAC-COC的认证 CIU也拥有美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认证 也就是CHIA Consult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的认证 CIU开始从本科到博士多个学位课程 CIU同时也获得中国教育部的认课 被列入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的名单 2022年 CIU成立了KIFA学院 The KIFA Institute KIFA学院 The KIFA一词 是GIFA 也就是CIFAS的亚兰文的形式 其原意为磐石 我们使用这个名字 是希望我们的毕业生 将来能够成为转化社区的兼顾的基石 该学院的主要功能 是整合本校已有的国际项目 在行政上统一管理 并进一步优化发展 协同运作 CIU过去100年 所累积的认证资格 全部延伸并覆盖到KIFA学院的所有学位 也就是说 学生在KIFA学院所获得的学位 和留学到校本部英文课程 学习所获得的学位 是完全一样的 KIFA学院所秉持的是 全人教育的理念 具体而言 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是真理教育 也就是Veritas 这是世界观 价值观 和信仰层面的教育 也是健全人格的根基 第二是品格教育 也就是Virtual Education 这个层面培养学生在道德 审美 及常识方面的高尚的品味 目的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第三个层面是专业的素养 也就是追求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卓越 KIFA致力于邀请 行业内的优秀的师资 把学生培养为具有竞争力的行业翘楚 总而言之 KIFA所提供的是以追求真理为根基的博雅教育 同时追求在专业方面的卓越 KIFA学员的理念 是优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 组织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 通过网络平台 以受众可以承受的学费 发放给符合录取条件的学员 主要针对的是全球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 通过扎实的职业技能培训 以及道德公益素养的栽培 鼓励学员扎根社区 服务社区 进而转化社区 我们真诚欢迎海内外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一同来参与本项目的教学与建设 本项目目前正在招收客座教授和助教 欢迎学有专长的朋友们来申请 KIFA学员目前已经开设的专业 包括临床心理辅导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也就是MBA 在2023年的秋季 将开设MA in Cybersecurity 也就是网络安全管理方面的硕士 并在2024年的秋季 KIFA学员将启动本科项目的建设 本科项目所包含的专业 有心理学 商学 计算机 教育学等等 KIFA学员的教学 有以下特色 首先 我们使用的是中文教学 让大家在学习中 没有语言的障碍 然后我们使用的是申请制 不需要联考 当然我们也有严格的 申请入学的标准 我们致力于优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教育的质量非常的优秀 但是价格相对便宜 也就是性价比很高 我们所有线上线下的学位 都具有权威的认证 必须后可以获得与美国校本部 就读同样认证的学位 我们采用线上线下教学的方式 时间相对灵活 工作学习两步 在课程发放的形式方面 采用录播客和教授 面对面相互结合 互动性很强 教授一般每周都跟学生 通过Teams或者Zoom视频 与学生互动 回答学生的问题 我们项目里面所有的课程 这些的任何老师 都拥有博士学位 并且其中不少是终身教授 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我们拥有在线的课程讨论 目的是建立教授与学生之间 有效的互动 我们有录播的视频课程 帮助学生了解基本的概念 理论方法和模型 我们有丰富的阅读的资料 让学生接触前沿的案例 理论和观点等等 我们也有各种的课程的作业 内容形式丰富多样 帮助学生做到理论与实践 有效结合 我们也有学生之间的在线讨论互动 提供同学和老师随时彼此交流 彼此学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KIFA学员的临床心理辅导硕士项目 本项目的学员在完成所有课程之后 将获得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心理咨询的硕士学位 也就是Master of Arts in Counseling 本项目正在寻求IRCEP 也就是International Registry of Counseling or Education Programs 国际心理咨询培训项目的认证 此外 我们也与美国纽约的 Albert Ellis Institute合作 选修该证书项目的学员 可以获得AEI 也就是爱丽丝研究所的 所颁发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证书 本项目毕业的学员将掌握系统完整的理论知识 和优秀的咨询技能 适合在各种心理咨询单位 比如学校、医疗机构等等 进行个人辅导、婚姻辅导、儿童及青少年辅导 并对上瘾问题、创伤问题等多种需求进行治疗 2023年秋季 KIFA学员全新推出网络安全管理硕士 也就是MA in Cyber Security 欢迎拥有相关基础知识的人来申请报名 这些相关的领域 包括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信息工程、电器工程 或其他相关学科 本项目开放少量的名额 给非技术领域专业的申请人 只要你不为电脑操作 有专心学习、接受训练的心智 都可以来申请 整体学费 大概6万人民币左右 当你获得相关的网络安全认证之后 就可以在世界各地寻找工作 我们希望KIFA学院 培训出来的网络安全管理的学生 不仅仅装备最先进的网络安全知识技术 还有一个基于真理的健全的三观 为这个混沌的世界 诸如一股清流 学生们除了学习三门哲学思辨课之外 在专业课程中将会学习到计算机网络 作业系统、资料库、计算机结构、自动化网络安全防护 如何制造密码、进行加密等相关的知识 学生还会学到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 以及各种的伦理法规 习法学院的工商管理所师也就是MBA 我们这个项目的老师都是在北美、澳洲、英国等地的商学院教书 其中很多是Tenure Track 也就是终身教职的老师 这些老师非常难以请到 但是他们都愿意到这个项目里面来任教 并且很多是义务的 或者只零售很微薄的薪酬 原因是他们心里怀着跟我们一样的 优质高等教育平民化的这样一个理念 这是我们拥有很高的教育质量的保证 你可以去看我们的师资的阵容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描述 在保障高质量师资的前提下 我们希望在教学方面 在学费方面也是平民化的 就是用社会普通民众所能承受的价格 来发放高品质的教育 上次我们请到 原来在香港大学商学院任院长的张介教授 他在给我们办讲座的时候提到 说他在香港大学任职的时候 曾经跟伦敦商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 联合开办过一个EMBA的项目 要拿到这个学位 大概要花120万港币左右 而我们KIFA学院的MBA项目 所有的学费加起来大概是在6万人民币左右 相比之下我们的学费大概是他们的15到20分之一 但是学生们所领受的教育的品质 学位的含金量其实都是类似的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学生们之所以能够享受这样高的品质 这样低的学费 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的学费 已经被资助人吸收垫付了 我们的捐助人和基金会 跟KIFA学院有着同样的服务社会的理念 我们在办这个项目的时候 盼望我们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能够认同我们的教育理念 也就是大家从这个全员来领受恩典 我们也盼望我们将来的毕业生 能够成为感恩的人 感恩的方式之一就是回报社会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学有所成 记得母校 记得这个项目 回馈给学弟学妹们 资助这个项目 帮助我们一起来发展 形成一种良性的回馈机制 KIFA学院所盼望的是 大家不仅仅来这里拿一个学位 更是在人生的设计规划 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贡献的方面 我们结成一个团队 携手共情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我们的联系的方式 欢迎学子们前来报读 CIU KIFA学院的各个专业 并以各种的方式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 谢谢大家 一开始呢 我的题目定的是共情的刻意练习 这个刻意练习是最近非常热的一个词 就是说 你学钢琴上一堂课回家要练习啊 你学打球 除了上课以外 学游泳都要练习 为什么咨询师都没有刻意练习呢 所以本来是想要讲咨询师的刻意练习的 后来我发现 这个公益讲座呢 大部分的听众呢 其实都不是咨询师 是一般的父母 那我就发现说 其实对父母 或者是婚姻 或者是职场关系 其实在人际关系当中呢 如果我们也懂得去刻意练习这个共情的技巧 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特别是对孩子啊 所以我就题目不变 但是我的内容呢 就稍微修正了一下 我想这个刻意练习呢 我们来谈谈如何刻意的练习 去读懂家人的情绪 好 那首先我们来谈谈情绪 情绪是很重要的 其实现在很多的青少年出问题 多半都是情绪出了问题 那再说回来 其实婚姻出现问题 其实很多也是情绪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在说 要先解决心情 再解决事情 职场里头 不管跟领导或者是同事之间 很多时候还不在乎 这个工作的压力有多大 人际关系的议题 那种负面的情绪 那个氛围 其实是让人有更 就是更痛苦的 所以情绪实在是很重要 那先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 讲讲这个情绪很重要 这些情绪的情绪 是很重要的 这些情绪 是很重要的 I am here. Cellarate all emotions. Emotional events may. 我們定了每年六月二號 世界情緒日 讓大家更多的覺察你的情緒 因為情緒會告訴你你需要什麼 所以跟自己的情緒連結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它会替你省很多的功夫 让你不是靠着头脑在想 这个应该不应该 这个重要不重要 到底要怎么做决定 当你跟你的情绪是有接触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告诉你 做什么是你内在所需要的 所以这是对自我觉察而言 那对于关系 对于孩子 对于伴侣 关系之间 如果你能够跟他的情绪连着上的话 很多事情 你就知道他的需要 知道他的需要 就可以帮他解决问题 所以认识情绪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我大概分三部分 来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呢 我想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想带大家认识一个 一张情绪地图 然后接着 因为大部分人都很关注 孩子的情绪问题 所以我们来谈谈 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因素 然后有一个简单的 怎么关注 孩子啊 或者配偶啊 或者任何人 你关注人家情绪的五个步骤 大概是什么 如果还有时间 最后我打算 教咨询师 如何来操练 刻意练习 我希望时间够 好 我们来认识这个情绪地图 那 就是 先介绍一个 一个卡通 叫做头脑特工队 那也就是说 情绪本来是 上帝造人有情绪 或者造动物也有情绪 是为了保护我们 是为了保护我们 帮助我们可以适应环境 适者生存 然后呢 而且就是 刚刚那个 已经那个录像 也录影也讲过 情绪能够告诉我们说 我到底需要什么 那 我知道我的需要以后 我就知道要采取什么行动 才能满足我的需求 所以 就是建议大家 如果没看过这个电影的 虽然是个卡通 它对情绪有很好的介绍 你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看 这样的话 你们家就会有情绪词汇 你们聊天的时候 就可以 就可以谈情绪 那 情绪地图呢 是 OK 就是说 有一个概念 叫做情绪变化三角 那这个图呢 我先 从 培养孩子的角度 我们从下往上看 就是说 一个健康的小孩 一个健康的小孩呢 他 健康的小孩呢 是有一些特点的 他的状态 你会发现 一个有安全感的小孩 如果妈妈很平静 带孩子的时候 不焦虑 不烦躁 孩子通常也是平静的 所以 健康的孩子有七个特点 他是平静的 不焦虑的 健康的孩子是好奇的 他会想要 探索东西 健康的小孩呢 是喜欢跟小朋友玩的 是喜欢跟人连结的 是想要 想要与人连结的 然后健康的小孩 看到小猫小狗 或者看到有人受伤 他是 有同情心的 健康的小孩呢 是有自信的 所以为什么 两岁开始 他们就想要 自己吃饭啊 自己系鞋带啊 他是觉得 我可以的 是 是有自信的 同时是勇敢的 愿意尝试的 为什么小孩会想要 只要妈妈在旁边 他敢 敢要 走离开妈妈 去 去探索 因为健康的小孩 是勇敢的 健康的小孩呢 还很清晰的知道 我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我喜欢吃什么 我不喜欢吃什么 所以 这边是讲到一个健康的真果 一个健康的小孩 他的七个特点 七个C 英文是七个C 那中文 我们翻译过来 好 那么 健康的小孩 有这样的特点 然后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是会有情绪的 他会有喜怒哀乐 对不对 那 小孩有情绪是很正常的 那么如果在家里头 这个家庭是允许小孩表达情绪的 那么 那么他就会知道 妈妈会说 哦 你现在好生气 是不是 他哭的时候 他 他 他愤怒的时候 你会说 你现在好生气 或者你现在好难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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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坏了 你很难过 就家里头是会谈情绪的 那也允许小孩表达情绪的 那么就是一个健康的成长 那所以就是下面是健康的状态 接下来呢是有情绪的状态 但是我们知道说很多家庭是不允许表达情绪的 比如说小孩哭的时候 小孩闹的时候 就会说你这样不乖 不乖 那不要哭 或者不可以生气 当小孩表达情绪 而这个情绪是不被允许 是被压抑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 这个三角形 我们就从 从这个有情绪 上到这个压抑情绪 抑制情绪 基本上 当他的情绪不允许被表达的时候 那么小孩会陷入这样子的状态 要么就是焦虑的状态 因为当你有情绪 而那个情绪是什么 是不允许被表达的时候 情绪压抑了 会有一种焦虑的感觉 或者 当我爆发情绪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丢脸 我觉得哎呀 我怎么有这么多情绪 很羞耻 或者我很内疚 觉得我不应该这样 我不是个好孩子 那么这些 都是属于意志性的情绪 就是属于压抑的情绪 如果连焦虑羞耻 内疚 这些情绪也不被允许的话 那么就再往这边 就变成是一个防御的状态 所谓防御的状态 就是没情绪了 变成非常的理性 那非常的就是讲道理 没有感觉了 那我是用小孩怎么长大的过程当中 他如何发展到变成是一个有防御 没有情绪的人 倒过来说呢 当我们做咨询师 来访者来到我们咨询师的时候 很多时候进来的人是处在这个状态 是处于一个防御的状态 只会讲 就是讲这个理性的事情 是没有感觉的 问他什么感觉 是没有感觉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活在这样子的状态里头 是属于一个自我打断的状态 压抑情绪的状态 那如果他跟咨询师有好的关系 有好的关系 慢慢在安全感的这个氛围下呢 他可以渐渐打开自己的防御 打开防御呢 他可能就会开始接触到自己的焦虑 或者接触到自己这些意志性的情绪 但是如果在这个状态下呢 还不够 我们要帮助他去了解说 他的焦虑下面 下面到底是什么 他的羞耻下面是什么 他的内疚下面是什么 就是说帮助他从这个意志性的情绪 去探索到他真正的感觉 那真正的感觉到底是喜怒哀 去害怕厌恶兴奋 到底是哪一个情绪 帮助他从一个意志性的 或者我们叫做激发的情绪 找到他的原发情绪 那么咨询最后的目标 就是帮助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真我 能够找到真我 活出真我 然后呢 回到这个健康小孩的状态 这七个C的状态 所以这个图可以很简单的说明 我们从小到大 是怎么样发展到今天这个状态 以及咨询师你接触到来访者 他现在是在这个三角的哪一个 哪一个位置 然后你怎么样帮他从这个防御状态 带到带到这个焦虑状态 再带到他真正的情绪 然后最后帮助他解决他的需求 让他回到一个真我的状态 那这个简单的说说呢 大家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理解 所以跟大家推荐一本书 这个刚刚的这个情绪三角呢 是从这个与情绪和解这本书出来的 这本书呢是给大家看的 所以就说给不一定是咨询师 咨询师也可以看 但是一般人也都能够通过读 他好多案例 从这个书里头去了解 我刚刚说的这个地图 所以先跟大家介绍这个情绪地图 好 然后呢 刚刚讲了 情绪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的需求 那情绪会怎么带出需求呢 我们再看一个小短片 情绪让我们明白我们的需求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B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奇心是好的 会帮助你去探索发现新东西 在我学EFT的过程中 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说 愤怒 有些愤怒也是好的 刚刚提到 其实我们也常讲易怒 易怒就是说你是正当的愤怒 合理的愤怒 正当的愤怒 它是给你力量的 那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觉得生气是不好的 可是呢 有些生气是不好的 有些生气是好的 那不好的生气就是说 它是责怪别人的 会破坏 责怪别人是破坏性的 那这种是不好的生气 可是有一种生气是 我被侵犯了 你侵犯我了 我必须要设立界限 要说No 不可以 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设立界限的愤怒是好的 所以愤怒 原来也有好的跟不好的 这个对我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正当的愤怒 会给我们力量 然后包括 连恐惧 恐惧是为了保护你 也是好的 对不对 那羞耻感需要被接纳 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 其实每一种情绪背后 都有一个需求 那我们一般会害怕情绪 是因为 其实情绪有健康的情绪 跟不健康的情绪 那不健康的情绪 就是会带来 带来这个 这个不好的结果 但是呢 健康的情绪呢 都是好 那怎么去分辨 健康跟不健康 这个就比较难 这可能真的是 需要咨询师帮助你 但是我想 一般来说 从家庭来说呢 一般来说 就是说 你就想 小孩刚刚出生的时候 或小孩是baby的时候 他的那些情绪 都是自然反应 自然反应的情绪 就是健康的 那被压抑 跟被环境塑造出来的反应 常常就是 可能就是不健康的 是扭曲的 好 这个是先 就是一个简单的 让大家知道 情绪是怎么回事 那么 接下来就讲说 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因素 那因为现在很多 很多人 就是很困惑于 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 那到底不晓得 应该怎么处理 孩子又不上学了 又不听话了 又玩游戏啊 所以给家长 造成很大的困扰 那影响孩子的 心理因素有很多 所以孩子有心理问题 绝对不是 就是因为 你就是家长 如何如何了 没有那么单纯 你看有这么多问题 一个可能是基因 对不对 可能家族就遗传 家族遗传里头 可能就有 某些精神病性的基因 那还有呢 就是说 大部分出问题的孩子呢 都是高敏感型的 就他们是特别敏感 那敏感本来是一个天分 敏感本来是一个 一份礼物 因为敏感型的人 他天生接收到的信息 就比我们一般人 多很多倍 所以其实敏感型的孩子 好好培养的话 他将来一定是成功的 因为他就比一般人 多了很多的资源 他就能够接收到 很多的信息 但是敏感型的小孩 在童年 在成长的过程中 可能父母会觉得好难带 你觉得好难带 又给他很多的规矩 很多的挫败的话 就是双方都会觉得 非常的辛苦 然后家庭的环境 家庭管理 就是我刚刚说过 你们家庭是允许孩子 表达情绪的 还是你们全家 都是讲道理的 都从来不谈情绪的 那这些都会影响 孩子成长的过程 然后遗传的话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 什么叫做代际创伤 遗传的话 就是说跟基因无关 可是是环境的因素 比如说 就比如说文化大革命 那的创伤 对不对 或者是说 哎呀 现在这个学习 你带来的 就是说你的环境 会带来一些创伤 我想起来 我有一个个案 它是 它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就碰到唐山大地震 所以唐山大地震 在妈妈怀孕的时候 对妈妈是个创伤 那那个孩子 在母腹中 他也感受到了 那个紧张的氛围 所以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 心理的恐惧 心里头的阴影 很可能是从 妈妈受到环境的影响 那就会遗传给小孩 焦虑的妈妈 会带出焦虑的孩子 所以包括 比如说四川大地震 对不对 那那个 在那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那段时间之后的 父母的焦虑 父母的 父母的那个环境的 那个整个因素 可能都会带给孩子创伤 或者父母的创伤 会传递给孩子 这是属于遗传 由环境而来的 那社会文化因素 我们中国 特别重视 孩子的学习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特别的 然后 对 就是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所以社会文化因素 也会给孩子很大的压力 那我就要看到说 像国外培养孩子 重视品格 也重视学习 还重视生活技能 他会不会自己 就是他会不会做家务 他会不会 男孩子 他会不会修理东西 所以 每个社会 他培养孩子的那个 重点不一样 那我们就是真的就是从娃娃抓起 就是压力特别的大 生活事件的刺激 比如说搬家呀 转学呀 亲人去世啊 宠物 宠物去世啊 就是父母离婚啊 就好多好多的事件 也会造成压力 那青春期荷尔蒙的变化 那本身就是一个情绪很混乱的时候 还有就是说 是不是孩子从小就学会了回避情绪 那这么多的问题都影响孩子的成长 那问题是说 这里头好多东西是我们无能为力的 他天生的气质就是高敏感的 对不对 他的青春期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生活压力也不是我们造成的 社会更不适 那所以呢 在这么多因素里头 有两个因素是家长可以帮忙的 那就是一个就是家庭氛围 一个就是情绪回避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我们在给青少年咨询的时候 我们好希望帮助家长能够学会 就是说家长如果可以配合咨询师 一起在这两方面有所改善的话 那就会事半功倍 就是说让孩子在靠父的过程当中 因为家庭氛围的改变 可以终于可以表达情绪了 父母会接纳情绪了 然后他开始从情绪回避 就我们刚刚那个地图里头 从那个防御的地 防御的位置 能够因为家里比较安全了 可以表达情绪了 他可以可以移到这个意志性情绪 甚至移到他可以自由的表达情绪 我就想起来我刚以前 接了一个抑郁的小孩 好像是高 我记得是高中生 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个 对心理学很有兴趣 然后他就会 就是会跟我讨论这个孩子的变化 然后孩子做了一阵子以后 其实我们在咨询当中 会让孩子去表达他的情绪 然后他比如他最愤怒的是什么 最伤心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是有告诉孩子说 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咨询室里头处理的 比如他他对他的爸爸很愤怒 那我们会在咨询室里头 让他假装爸爸在空椅子上 他对爸爸表达说 爸爸我很生气气什么 就是咨询室中表达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呢 咨询室做完了以后呢 他回家了以后 他受不了 他就是要对爸爸表达 他真的就是对爸爸也 再发了一次脾气 然后我就记得他妈妈跟我说 怎么搞的 咨询越做越糟 他这个礼拜回来发了好大的脾气 那我就跟妈妈说 其实他本来是个抑郁的孩子 抑郁就是你的情绪都压在里面 你有很多怒气发不出来 所以他就攻击自己 他就抑郁了 其实一个抑郁的孩子 终于在家里赶发脾气了 这是进步 这就是你的家庭环境 氛围是安全了 同时呢 他本来是逃避情绪的 他现在不逃避了 让他出来了 我常说情绪出来 就像排毒一样 因为他现在本来是压抑的 他现在可以出来了 其实是个进步 当然你不希望你的孩子 就变成一个情绪很 很这个 随处乱发的人 那但是这是个过程 本来压得太厉害 刚刚刚练习出来的时候 他可能还没有办法控制 但是他也是主要是对着爸爸发的 所以这两个部分的是 我的经验就是每次见青少年 如果家长能够配合的话 孩子都好得很快 因为孩子其实最希望的是 家庭氛围改变 孩子需要的不是咨询师 是家长终于理解他们了 家长终于容许跟接纳他有情绪了 那个才是孩子要的 所以家庭氛围的改变 父母不再逃避情绪 孩子可以表达情绪 这个是帮助青少年 很大的两个因素 那么关注情绪的五道能 就是说就是比较应用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关注一个人情绪 那不管是孩子是配偶 基本上五个步骤 首先你要看见 就是说现在情绪这个东西呢 不一定是要他说 就是你要能够观察 你要能够观察 你能够看见他的表情 看见他的肢体语言 同时其实我们还包括你可以听声音 你也可以用身体去感觉 你能够看见他的情绪呢 帮他把情绪说出来 这个都还大家还可以学 最难的就是他有负面情绪的时候 你怎么去认可他的情绪 那认可他的情绪以后呢 又可以问到他的需要 然后采取行动 所以一般来说 这五步里头呢 最难的就是第三步 所以我今天想特别来讲一下这个第三步 这个第三步连对咨询师也很难 那就是为了这个给大家举例子 我其实事先已经采访了我们的两位 就是志愿者 然后找一个大家比较普遍的问题 那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 我们有一位就是听众 他跟我说 他的孩子19岁 那今年刚刚去美国读大学 然后他发现就是说 他们跟孩子讲电话的 我不知道视频的时候 就是说就是很容易 孩子就突然爆发很大的情绪 我说这个还蛮普遍的 就是说你想跟孩子沟通 可是呢孩子说了一个什么之后 然后你有什么反应 然后孩子就突然间有很大的情绪 通常孩子情绪爆发 尤其已经是19岁了 父母会觉得 哎呀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应付 那所以我就采访了 采访了这位听众 然后了解了一下 那我就说我们基本上呢 基本上问题出在 我们每次听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会很紧张 家长会很紧张很焦虑 所以当你紧张跟焦虑的时候呢 你就想赶快把他的情绪给压下去 那我们怎么压下去 通常我们会讲道理 那你讲道理的话 孩子就更生气 所以我以前会举个例子 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现场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现场有一些 我先看看 现场这个zoom有一些人 我先问你们 问你们说 假如你的孩子考试回来 然后说 今天数学考了89分 我好生气哦 假如孩子回家跟你说 今天数学考了89分 我好生气 请问你们会怎么回应孩子 我先问一下这个zoom这边的人 可不可以 你们用 你们用文字回答 或者用打开麦克风说一下都行 你们 OK 所以有一个人说 生气什么呀 OK 想了解 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会生气 OK 好 那会探索很好 这边有一位说 没事的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好 这个很重要 我现在就是 你看 孩子说我今天数学考89好生气 刚有几位会去了解 为什么生气 这是对的 但是当这位妈妈说 OK OK 这位妈妈说 没事的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请问这是妈妈的感觉 还是孩子的感觉 这是妈妈的感觉 对不对 我们最容易犯的错就在这里 我们没有去体会孩子的感觉 而用我的感觉来 没事的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孩子说 你觉得没事 我觉得有事啊 这是第一个 我们好人容易犯的错 OK 然后还有 我现在就把这个 有问题的回答跳出来 还有一位说 考89分 很棒了 这种 这种错呢 最不值得 因为我知道 你是想做个好妈妈 对不对 你想鼓励她 89分 很棒了 问题出在 很棒 是你的感觉 还是她的感觉 是你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用自己的感觉 去覆盖了孩子的感觉 就没有去理解她 为什么 为什么生气 就用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感觉 去覆盖她的感觉 孩子就会觉得 特别不被你理解 你看 还有这个 为什么生气 考得不错呀 是不是 好像觉得她生气不对 因为你觉得她考得不错 问题就是 你觉得她考得不错 她觉得很生气嘛 所以重点在这里 OK 好 你看 还有妈妈想安慰她 有的学生还没及格呢 所以我知道 你们都是想安慰孩子 可是 孩子会真的得到安慰吗 不会的 孩子最需要的是得到理解 OK 我看看 好 不错 其他的都答得不错 其他的都答得不错 考得不好 一定很难过 但是这个 89已经很不错了 一样的错误对不对 那不是 那是你的感觉 OK 可以给妈妈讲讲 为什么生气 这也很好 然后有人猜测 你是因为没有达到预期难过吗 OK 好 OK 好 所以很好 我是用那个例子通常来打开这个 我们常犯的错误 我们常犯的错误就是 其实我们想做好妈妈 可是我们做的往往是错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需要 就是特别划不来的部分 我们需要学习 好 所以我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呢 其实是很难的 就是说 很难做到 因为 就是如何去认可孩子的情绪 特别是负面情绪 那一共有六个等级 六个等级的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做到任何一步 都是好的 那你可以做很多步 你也可以从一步一步学 第一步就是刚才 刚才有些人说 考89分 为什么生气啊 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呀 可不可以跟妈妈说说 就是你愿意聆听 对他感兴趣 你对他为对他这个情绪好奇 想要去了解 这就是第一步 所以各位要记得就是 不管是配偶跟你表达一个情绪 或者是孩子跟你表达一个情绪 先不要立刻用自己的想法去反应 或者想要鼓励他 没事啊 这个已经很好 这都是你的想法 我们要记得所谓共情 就是理解对方的情绪 帮对方把情绪说出来 这叫共情 那怎么理解呢 你首先要感兴趣 要好奇 所以感兴趣 好奇 然后请他多说一点 你专心听 这就是很棒的第一步 然后有了第一步 以后就会有第二步 你既然听了 那听他讲完 你就把他讲的东西 回应给他就好了 就是真实反应 重点 不带评判 不要说 这已经很好了 干嘛要生气啊 这个都是在说 你生气是不对的 所以不带评判 就把他说的话 就是真实的反应给他 然后说我这样说对吗 这个很重要 好 那么如果你能够进入到第三步 就更好了 你还能够读 读出他内心更深的东西 你能够猜测 猜测造成他情绪 不好的想法跟感受 其实就是一二三 就是这三步 那我今天下午访谈的这位家长 他跟我说 他不是说他儿子19岁去美国读书吗 然后才一个多月 然后家长在跟孩子对话的过程中 就听到孩子说 我真不喜欢住在美国 我好想念中国 我好想回中国 妈妈一听就紧张了 焦虑了就害怕 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说 这个中国 你将来如果这个毕业 想回中国会有什么缺点 反正就讲一个 讲一些让他不要回中国 因为他好担心 他才去一个月 怎么就想 想回中国了 就担心嘛 所以就赶快把那个路给堵住了 结果孩子就大怒 孩子就很生气 那所以我今天下午做的是说 你扮演你的孩子 你扮演你的孩子 我来访问你的孩子 那我就问这个小孩 就问这个妈妈扮演的小孩说 你听说 听你妈妈说 你去了一个多月 就不喜欢美国了 你可不可以说说 你为什么不喜欢美国呀 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第一步 对不对 我很感兴趣 然后他就说 因为美国东西好难吃 那个就是 然后这个孩子是蛮重视吃 蛮喜欢吃 美国东西好难吃 然后第二个就是 那些同学 他说他这些同学都好开放 好大声 那这个孩子是敏感型的 好大声 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 那所以 好我们听到他了 对不对 我们的第二步就说 所以去到美国 然后吃的东西 也不好吃 然后同学也处不来 那一定会让你觉得 就是蛮孤单的 而且就是 就是吃不好就很难受嘛 然后同学也 就是朋友也 也没有 那确实是 会很想家 会很不舒服 所以我是不是 其实我就是根据他讲的 就核对了 然后 那个妈妈扮演的小孩就是对 然后 你看 因为我跟他这样聊 妈妈就会 就是孩子 就会讲一个更深的 她说 哎呀 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本来 我的篮球打得很好 我在我原来的学校是 是篮球队的队长的 然后我以为我来美国 一定能够加入他们的篮球队 没想到我就 我就没考上 我说 哦 哇 那这个给你 这个好严重哦 就是本来你 引以为傲的一个 一个自我身份认同的 我是篮球队队长 然后你也以为到美国还可以继续 没想到 我就我们亚洲小孩到了美国 碰到那些高头大马的外国人 可能真的就是好像失去了优势 就没想到没考进去 那这个打击太大了 这个是不是就让你好像 失去了那个归属感 失去了身份认同 这个其实很难言重 然后呀 那个妈妈就点点头 妈就嗯 好像是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从对他讲的这个表面的现象 感兴趣听 然后只要你能够共情 第二步就在共情了 就是把他讲的 而且是同情他的 对呀 就是说去到美国 美国食物跟中国食物比 当然是不好吃嘛 然后又没有同学 又孤单 然后吃的又不好 当然难受 当然想家了 就已经帮他 就是说跟他站在一边 去理解他的思想的情绪了 然后他就讲得更深 讲得更深你就听到 哇那这个是好严重的 对不对 那好 讲到这里了 其实你已经了解深沉的 深沉的原因 其实是 真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失望 很大的一个失落 然后我是谁 对不对 我一个中国小孩去到美国 失去了我的强项 失去了我的那个篮球的那个 那个归属感 然后我们英文肯定是没有他们好的 对不对 然后就是交朋友啊什么都都很挫败的时候 难怪你想家 所以重点就是你做到这里了 你如果能够跟孩子探索到这里 下面的三句话都是共情的认可 都是认可都可以的 你可以说 哎呀我我我理解你的感受 你的反应是正常的正常 你的反应是很正常的 对所有的孩子 所有的中国孩子去到美国 真的是都会觉得美国的东西不好吃 然后如果又没有交到朋友 然后如果本来自己很棒的一个东西到那边居然没有 没有办法完成 那肯定是很失望的 我能够理解 为什么你这么想家 是不是这样就够了 那或者你说 哦难怪 难怪你觉得不喜欢美国 难怪你觉得想回中国 因为 所以这个是关键词 难怪你的感受跟行为 然后又把他的原因讲出来 因为 对啊 因为美国东西是真的不好吃 然后就跟中国食物比起来是不好吃 我还问他 你特别想面什么食物 他说红烧肉 我说对啊 美国就只能吃披萨 那些东西 所以怪不得你想家 怪不得你觉得在美国不适应 那因为除了食物 还有朋友 可是更重要的是你的 你的你引以为傲的东西 现在在那边没有办法发挥 那我说换的是我 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那其实就是四五六这几句啊 我这样子跟那个妈妈说完以后 我说如果你是孩子 你听我这样说你会有什么感觉 他说 就觉得好像 就是比较被理解了 比较被理解了 那好像那个被理解以后 那个思乡的情绪反而就降低了 那也许我在美国可以再忍耐 再忍耐再看看 那后来我们出来以后就说 问妈妈说 那为什么当时你会这么 就是说为什么当时你会 你会急着跟他讲道理 叫他不要回中国 他说因为我担心 我担心如果我顺着他讲的话 他就更更要回来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说那你刚刚是不是体验到了 其实当我真的听 认真的听你 而且去共同你的感受的时候 去去去同理说 对呀 其实你这个不适应是很正常的 你想家是很正常的 那如果说再来我们就问到需求了 说是不是好想吃红烧肉啊 这个你放心 你回来的时候 妈妈一定做红烧肉给你吃 或者妈妈带你去吃最好吃的红烧肉 其实就是 其实孩子真的就是 就是说 发泄一下他的情绪 如果你能够接纳 能够认可 能够理解 而且认可他 他其实那个情绪就下来了 他就能够继续努力了 所以这个是六个等级的认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六个步骤 那我再给大家一个简化版 我们就简化版 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通常我们是败在第一步之前 就是我问那个妈妈说 为什么你 为什么你这么急着要给他 要封住他这个回中国的路 他就说 因为我担心啊 对不对 我担心他就是就是越越想就越越越不呆了 所以我们的焦虑 跟我们的想法就会阻碍我们去理解孩子 跟倾听孩子 所以其实在想要去共情别人之前 你要做到的第零步 先放下自己的想法跟意见 先放下自己 才有能力 才有空间去专心听一听 对方是怎么想的 很多人都真的去练习的时候发现 原来是这步最难 原来我们根本就是听到 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89 靠89分 我觉得好生气或者好难过 你就想89分干嘛要生气 赶快鼓励他 是不是 你是已经自己已经假设 89分不错啦 我要赶快鼓励他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 好奇的感兴趣的听听 他为什么89分很生气 所以是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焦虑 会拦阻我们的共情 所以这一步是要先 一定要先觉察的 那当你能够放下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焦虑以后 你才能够好好的听 那简化版不用这么复杂 你就是听完以后 第一就是真实的反应不带批评 然后说哦原来如此 怪不得你有这个感觉 因为什么什么 就这样子简单的散步也可以 所以这个是今天给大家的一个 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回去可以练习 好 那么 所以当你能够看见情绪 标明情绪 又能够认可情绪以后 再来就是问需要 其实真的问说 那孩子你现在需要妈妈 帮你做什么 孩子也说也不用啊 其实你听听我就OK了 对不对 那需要的就是我回家的时候 一定要去好好的吃某某家的红炒肉 那也是OK的 然后或者有什么行动啊 妈妈要不要给你寄一些 这个中国的零食去啊等等的 就这些就比较好解决了 重点都是出在 在情绪 负面情绪没有被接纳 没有被认可 然后你想要说服他 你想要讲道理 你的焦虑 就让他更加的生气 那这个生气 就是我所谓的不好的 就是激发情绪了 本来是很 就是本来是一个很脆弱的状态 很伤心 很失望 很需要被安慰 那结果你在讲道理 那他就更生气 那这个 这个这种生气呢 就就 然后你一生气 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应付 然后这个就冲突就升级了 好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方程式 让大家回家练习的 好 这个我们不看 我还想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想 我想要跟大家说一说 咨询师的共情课业练习 那虽然是咨询师的 但是 其实 如果你们有兴趣 也可以去买来练 刚刚有人在问我说 这个EFT是什么流派 那EFT呢 是情绪聚焦疗法 它是 就是人本 人本流派里头 因为 每个人都是有认知 有情绪 有身体 还有行为 那基本上呢 就是说 也给大家介绍一些书 但如果你对EFT有兴趣的话 这是给咨询师 那这个 情绪聚焦疗法呢 这个今年才翻译过来 是创始人格林伯格写的 然后这个 如何治愈情绪痛苦呢 这个去年还得奖的书 它是第二代 他的徒弟里头的一个大师写的 然后这个是他的中国弟子 就是我写的 然后 最近今年还出了一本 就是情绪聚焦疗法的刻意练习 这是他的得意弟子的 我叫做 叫做内功心法 就是说 因为 共情其实是内功 就是说 学做咨询的人 共情是内功 然后 然后怎么治疗那些干预的方式呢 就是 外显 那 内功是最重要的 那么 在这本书里头呢 会把 就是说 会教大家有12个必要的技能 然后还有两个综合练习 然后这12个技能里头 有11个呢 其实都是跟 你的咨询师的状态有关的 只有一个是跟这个 移植任务有关的 那我刚才教大家的是 第三个 就是这个共情的认可 肯定跟确认 这个是最难的 我把一个最难的 今天讲给大家听 然后 还有一招 大家可以学的 就是第一招 就是说 咨询师的自我觉察 就是说 当 不管是配偶之间 或者孩子 当人家跟你说 说一些话的时候 其实你不用回应 你的回应可以用自己来回应 那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就是说 其实 就是咨询师也一样 所有的助人者 就是你要先能够觉察到 当孩子说这个话的时候 激发了我的什么感觉 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自己身体的反应 然后把你的身体的反应 告诉对方 比如说 来访者很紧张的跟你说 跟你开始做咨询 我觉得很兴奋 可是我也有点紧张 因为我从来没有咨询过 来访者在说这个 那助人者呢 可以不回 就是说怎么说 不去回应他的问题 而是就用自己的感觉 说 当你说到你很紧张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的胃里面 也纠成一团 或者我感觉到我的胃里面 也很有反应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 你的身体反应告诉他 所以我把这个应用在家里的话 就是说 当孩子 孩子这个发脾气的时候 你其实都 也不用去讲道理 你也可以说 哇 当你就是说 当你发脾气的时候 就是说 或者当你讲到你很想家 你就当你讲到你在美国 就是很不适应 很想家的时候 妈妈听了 心里头也 也有点心酸 就比如你 你讲自己的 自己的反应 或者妈妈听了 心里头也有点 着急 或者有点焦虑 如果你讲你的 你的身体反应的话 其实孩子反而不会生气 因为他就是 就是说 你就是把你自己听到他的话以后 你的感觉 讲给他听 是讲你 不是讲他 也不是讲道理 这个反而不会 不会让冲突升级 那 在咨询当中 助人者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反应 来给他的时候 其实 也有点把他 从 从这个头脑 带往情绪 带往身体 那我就用讲的就好了 本来要请两位示范的 但是可能时间不够 我就是用这两个例子 跟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 来访者说 哎呀 那天我在跟我的狗狗一起玩 我突然意识到 哎 我有多爱他 那他陪我 度过了我所有的困难时期 说真的很难想象 没有他我该怎么办 每一次我难过 焦虑或自我批评的时候 他都知道 他都陪着我 想想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有他这么无条件的陪我 那当 你听来访者说的时候 你回应说 我听 我听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的胸口感觉很温暖 所以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训练 我看 其实我好像还有三分钟 来 我 我本来是有安排 安排人做练习的 来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好了 让大家 让大家知道说 怎么去练 有人在问说 这跟苏江神的EFT是一个吧 不是一个 苏江神的EFT是用在伴侣咨询 这个EFT是用在个人咨询 所以不太一样 那个 我是请 Jan跟那个Abbie 帮我们示范一下 然后麻烦 后台帮他们 把他们两个聚焦 让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在上面 我在下面 就是说 如果 在场有很多咨询师 如果你想要练 练这个刻意练习的话 是怎么练的 我想做个示范给你们看 就是说 买这本书 然后这个书上的练习呢 当然如果你自己不会的话 我们也有刻意练习的课可以上 但是我想跟大家示范一下 现在呢 就是 比如说主持人Jan 她来扮演来访者 然后EBBY呢 扮演咨询师 那刚才我的那个第一个案例 你们手上有我第一个案例吗 还是我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 就是讲说什么 我今天第一次咨询 然后我很紧张 或者你要讲那个狗狗的 你自己 随便讲 随便发挥 那 有数有点长 或者我们就 我们用第一个 第一个比较简单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看 你们俩看得见案例吗 还是我念给你们听 看得见 看得见 好 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来访者很紧张的说 跟你开始做咨询 我觉得很兴奋 但也有点紧张 因为我从来没做过咨询 大概是这个 你试试看 让你们知道怎么练这个 好 那 Jan 你是来访者 你先对EBBY说 EBBY听完之后呢 对 EBBY听完以后呢 就用自己的身体感觉 去反应 就跟他讲说 听他 就是听到他讲什么的时候 你自己身体有什么感觉 你就做这个回应就好 OK 好 那你接 你先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做咨询 我觉得有点紧张 那我听到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其实我感觉 胃力好像在搅动 然后感觉我的心跳 也随着你 在加速一点 好 那因为第一次嘛 第一次我们 我们这是看剧本的 所以可能都没有很投入 那我们现在在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再练 再练的时候 Jan就是说 你要讲的剧本 你就比较投入一点 然后也跟那个剧本的情绪也放进去 你再讲一遍 然后EBBY就是根据他现场的反应 你再感受一下 看看你是什么 OK 知情师你好 我是第一次来做咨询 就是觉得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 所以我会有一点紧张 谢谢你非常坦诚告诉我你的情绪 我也感受到了你用一点点紧张 我内心也在跟着你一起的律动 所以希望下面的时间我们在一起能有更多更好的互动 OK 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吗 这个Jan 你自己就是这一次跟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 你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上一次是真紧张 就不知道自己讲什么 反而我这一次第二次的时候 是会有点把自己带入到一个真实的来访者 我就想象一下这个来访者 他真的第一次见咨询师 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做什么 他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很诚实的说 我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做什么 我会紧张 就是心里面真实的话 是而且你怎么说话的速度也就变慢了 就更投入了 那你第一次跟第二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第二次也感觉是更投入了 然后我觉得第一次还是像在念台词 但是第二次的话 我能感受到这样的情绪 而且我其实有一个点蛮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所谓初次来访者 能够这么坦诚的把他的情绪展入给我的话 而且他有自行的能力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所以我觉得就跟他一起律动起来的 而且所以你就很自然的会去谢谢他的坦诚 真的都是很真实的 好 我们可以再练第三次的时候 反正就脱稿了 对不对 但是那场景就是你是第一次做咨询 然后你表达一下 然后Ebi就可以 你就是也是顺着你的感觉去回答 OK 咨询师你好 我是第一次来做咨询 我不知道接下来我们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就是情景这样的 我其实很需要你帮助我一下 就是或者告诉我你其他的来访者 他是他们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有点忐忑不安的 谢谢谢谢你给我这样的反馈 我在你的整个的身体的感觉中 还有特别是你的眼神中 我也感受到了你的一些紧张 希望下面的环节 我们能够一起来合作 然后完成下面的咨询 好吗 谢谢 那那个Jane你对Ebi的反应 Ebi给你的回应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就他真的是一个知情 实话会觉得很 他让我觉得心里面会静下来 就是他因为他的语音语调 这些很平稳 而且很有亲和力 确实可以缓解我的一些紧张 那但是我会觉得我里面有一小部分 就是我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做什么 我我其实挺期待他能不能给我一点点 就是说比如他说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会带着你 或者说按照我们的一些安排 我们会有计划你 你放心跟着我走就好了 我其实有一点点期待得到这个 这个回应 但是好像没有得到足够的这个信号 就很真实的一个感受是这样 所以就是情绪的背后还有个需求 对不对 所以你的情绪得到回应了 但是你的需求还好像还没有得到回应 所以这就是很真实的 那没事啊 你就会提出来他就会继续 他就会他就会对你的需求做回应 所以就谢谢两位 我给大家做这个示范就是说 为什么刻意练习是有效的 就是平常我们是不知道要怎么去 去去共行 可是因为有有有这书上有很多的案例 然后有初级中级高级 然后你就但是你需要有个伴 还有个督导 三个人一起练 然后然后呢帮助你 就是说从从念剧本 到慢慢投入情感 到诶脱稿就是比较真实 然后你去体会对方跟你说什么 是会让你觉得舒服的 或觉得不舒服的 其实就是在这样子刻意练习当中 你就会越来越 你的你的这个共情技巧 就会越来越提高了 好我想呢 好像讲座的时间是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是要